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天气真的非常热 出门都有34、35度 大家记得小心防晒 还有如果你发现自己中暑的话 即是去看医生 因为中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事 可以危及生命 今天想和大家讨论什么话题呢 就是讲讲关于荷兰小姐 跨性别人士获得后观那件事 在网上引起一个非常热烈的讨论 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站起哪一边去说也好 都一定是只能够自圆其说 和各自表述而已 是很难达到一个理性讨论和共识 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 即是发现过的节目 和大家讨论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支持阅读 支持文化工作 如果我没得练 没人做的了 没人讲书的了 还不加入VIP? 首先 跨性别人士获得后观 其实在网上都有很多声音 基本上分为两派 有些性别平权人士 会觉得今次是一个 代表着性别平权人士的大胜利 也都是作为一个弱势社群 不需要再被歧视 甚至是站在一个传统的舞台上 得到自己应有的尊重 和应有的奖赏 另外一边也有人觉得 包括我自己本人 都会觉得有点不适的 不适感来自于 我们会觉得 这是一个女士的选举 即使是做了变性手术都好 虽然法律上会觉得 这是一个女士的 但是你就算说是否进步 或者大家观念不要那么保守 不要那么封闭都好 你这个不适感是存在的 而这个不适感存在的 是需要去处理和讨论的 所以有一帮人也会觉得 这样的组织不是很妥 但好像又不太说得到 怎样不妥 也有点担心 有个说法就说 其实今次环球小姐选举 那个老板他自己都是跨性别人士 所以会不会是一帮评审委员 除了是为了政治正确 除了表现出自己很前卫 思想很开放 很接受新事物之外 会不会是因为老板是跨性别人士 然后就去Please他 去选跨性别人士出来做冠军呢 这个就是大家去猜 就是我不得而知的 但是我说句老实话 很主观的角度去看 我就真的觉得 那个亚军是远比冠军漂亮的 就是作为一个我自己个人 他对女士审美的角度来说 他女性的仪态 他的样子 他的身形 都是远比冠军为漂亮的 因为那个冠军的感觉 其实还是很男性化 即使他做了变性手术也好 其实他整个轮廓都是一个男士 而且他的手掌 手指也很长 手掌很大 整个身体的胜征 都是一个表现出男士 如果他获得了冠军 老实说 不要说我很封闭 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感觉我都不适 但是其实是这么说 如果你是那个跨性别人士 那个minority的话 你就要想 其实他都很惨 因为他如果自小到大 都是一个喜欢男生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女生 但是他拥有男性的器官的时候 他非常困扰和不开心 他成长过程也可能会被人歧视 所以今次获得公开的认同 拿到冠军 选美小姐冠军 某场上都是一大平反 那能不能够说是完全是错呢 又不能够这么说 所以为什么两边的争拗 是极难去调和 但是因为两边有不适感存在 如果你不让他参选 那他的minority会有一个不适感 反过来 如果你让他继续发展下去的时间 将来环球小姐可能有一半是跨性变人士参选的时间 那些传统一些的那些就会觉得不适 而两边的不适 是确实存在需要去讨论和调和的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什么呢 我会尝试用阿里士多德的Teleology去说 就是说那个目的论 某个选美比赛 他成立的原初的目的是什么 他到底后续的发展里面有没有违反这个目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一些东西的目的 如果是本身都是为了这个Purpose的话 其实是不会引起一个很大的不适的 很简单 当你去到泰国 你去看人妖show 你去看人妖的选美比赛 其实你不会觉得不舒服的 因为你摆明知道这件事是为人妖的 为他们去增严斗力的 所以还会有一个欣赏的眼光 看他们真的变成变得很漂亮 比传统一般的女孩 我们会有一个欣赏的态度 那何来其事呢 但是如果这件事本身的原初成立目的 他不是为了给跨性变人士这样做的 如果他原初成立目的 我相信也都原本是这样 选美小姐是为了去找一个 代表到女性的才华出众 也都是代表她的内涵修养的 而是要是一个天然的女性 就是先天的女性 那如果这是原初成立的目的的时间呢 那你加了一个派性变人士进来 获得后观的话 就会引起大家的不适了 因为大家的期待是不同的 那我觉得这是个重点所在 如果你今天重新开一个新的选美节目 就说这是一个完全是为了体现内在美的 看完你的衣服而已 你的体态穿得漂亮不漂亮 展示那个女性美展示得好不好 而是欢迎所有性别的人士参选的 甚至真的是原本是一个男士来的 他有逆服癖的 他都可以参选的 是展现这件事 展现他的内含修养 他的着衣衣着品味 是大家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原本那件事不是这样的时间 如果你今天搬龙门的话 你就会令到很多人感觉到不适 那我想这个也是部分的 比较传统的朋友 还有我本人感觉到不适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有时去平权的时候 就要小心有没有overcompensate 那这件事都是提过的之前 就是你说黑人的命也事 命也好 你不会搞搞下变成黑人至上的 你讲平权给一个跨性变人士 应有的社会地位 应有的大家的认同给他 不是代表要他去occupy 或者hijack整个本身传统的选美节目 我觉得这件事 需要一个广泛的讨论 而不要说 好像一帮小数的环固的分子 放下来我赢了 这样这个世界进步了 大家要跟着我走 大家要跟着这一套 因为这样才是文明 这样才是进步 但如果有些人真的觉得 这样是不进步 那他的不适感是需要被处理的 所以要处理的时间 我就会用这个目的论的角度去看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选美 个人感觉到非常之 觉得很奇怪 当大家的风气 已经说到这个一面倒 很好 很进步 很文明 我真的不是这样觉得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比较保守 这个是我个人 是一个很主观很主观的 个人感受的分享 也都是不构成任何的歧视 希望大家都能够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下次见 在过往大半年之前 我已经开始说香港的楼 我自己的看法都是 因为听了七师傅说 2023跌 24跌 25跌 就是不断跌 我受它的影响 就觉得还是会跌的 当然就不是纯粹受它的影响 自己都有少许分析 我自己看 但以后还有两个因素 会令到它再跌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